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的 是在涛哥砍电影当中的《让子弹飞》 那《让子弹飞》的影片当中 无论从官场的男男女女 那就是汤师爷和那县长夫人 还是怀才不遇,落草为寇 又称为假的县长 以至于到最后搁一个骑着大马 被兄弟们扔了的姜文、张麻的张慕之 还是那真正的实力者 那种恶霸 真正的魔鬼的周润发的黄四郎 黄四爷 这其中还包括了法治的概念 被腾罗九封的谷 喊冤的谷 被重新拿出来 结果当他想树立法治的时候 张麻子付出的代价是六爷被人家利用法律的概念给杀了 怎么杀的 还让他自己杀了 自己杀自己 这就是当重新树立法治概念当中 法治本身的社会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而当时的张麻子 道德准则的张麻子 在这样的制度的过程中 影片里一直在寻找着 甚至包括那被发了银子 然后又送出了银子的老百姓 被拿了枪 发了枪 而拿着枪 还不敢出来 自己有枪 只保护自己的家产 黄四郎 派出马车去收枪的时候 马车 马被打回来了 为什么 收枪 设计到他个体 但是当张麻子县长到广场上去忽悠 我们去杀黄四郎的时候 谁都不出来 谁都不愿意当那出头的人 当黄四郎 但是后来大家伙怎么出来了 张麻子把黄四郎的 假黄四郎的脑袋砍了 解除了所有老百姓的恐惧 老百姓就出来了 出来干嘛去了 跑黄家大院去抢东西 真的黄四郎 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当成假的 但是呢 张麻子说什么 说我绝不留你 你死路一条 斩妖除魔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今天要杀的 一定是杀蛤蟆 杀螃蟹 杀江泽民 杀曾庆红 这就是姜文 给今天主政的人 指出的大 要想收看 涛哥怎么跟大家分享 《让子弹飞》 那你就在涛哥 看电影里面 找到《让子弹飞》 就行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第一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我们做了两期今日点击 一期石涛评述 谈到的都是蛤蟆上街的事 好 赖蛤蟆上街 几个朋友 在那个 节目下的留言 他说涛哥很少留言 但是今天的节目 必须留言 因为可以预见的说 今天的节目 成为划时代的内容 因为我们早就讲过 对吧 从薄熙来死定了 周永康死定了 曾庆红死定了 江泽民死定了 共产党死定了 那星期一 非常直白的 直接了当的 把蛤蟆上街了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 大概三个月前我就说 我说如果我是今天主政的人 我就把曾庆红跟江泽民一块主楼 一块干了 那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那今天只能看谁能顺天意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我在节目当中也说 我说江泽民就是个蛤蟆 蛤蟆出击了 有朋友说 涛哥你真真觉 这话说就不是人 他真不是人 真的不是人 当有一天过后 很快的一天 当我们人的另外一面 就像我说 如果你空气 意识到空气都是生命的话 意识到时间是个神的话 当这一面展现给我们今天 有机会看到那辉煌的一幕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今天的过程 真的是妖魔鬼怪被斩杀的过程 而过去中共统治的时期 就是魔鬼统治的时期 你会看到那一面 真的会看到 这是我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而压倒中共的最后一张牌 就是江泽民在过去主政时间 我们看到的货债器官 我们将会看到那一幕 今天法广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听这么说 党媒批评老干部恋战权位 分析认为已经属于摊牌 北京政论分析家 张立凡认为呢 早前当局宣布 今年不开北戴河会议了 而在这个敏感时期 发表了这篇文章 事态属于非同寻常 甚至应该叫摊牌 那张立凡先生原来认为呢 我记得他在 这个美国之音的时候就讲 不可能再打了也不可能打老江了 这是他我们节目当中分析过 跟大家分享过张立凡先生的观点 那现在看来张立凡先生 又讲是摊牌 那也就说跟他原来的观点 我表面上理解 可能我理解的不到位 我看是改变了 所以张立凡认为呢 对于这篇文章而言 他说这是二十到三十年来 一直存在的问题 就是老人干政 北戴河会议就认为是老人干政的一个例子 因为过去不成文的习惯 都会邀请退休老人参加 有关北戴河会议的时候 那在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跟大家讲了 我说北戴河没会 因为拉帮结派就是北戴河会议 所以习近平砍的就是这个 砍的就是重新树立政治规矩 为什么还有北戴河会议呢 那北戴河要开会那就是砍老人的会 绝不是谈判妥协的会 这是你看看七月份六月份的节目 石涛的节目 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礼拜一卡 蛤蟆上进 对不对 张立凡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时说 至于说现在如何 因为他们现在封锁的密不透风 大家只是猜测 但这个时候出了这篇东西 肯定是非同寻常的 他总是有他的用意 那张立凡先生这句话表明的什么 今天主政的人的四周把江泽民的底细全都干掉了 所以才密不透风 那同时他为了稳定社会 他有所指的一步一步来 那张立凡又说 今年北戴河不开会肯定是出状况了 不然不会这个样子 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围绕着北戴河开会 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可能不太好控制的情况 才会有这些措施 为什么一下子上来了十个上将 政治局开了两次会 这都不是寻常的事情 应该叫做摊牌 但是只是对外公众看不到 我个人认为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讲过 我说在今天的环境下 被共产党党文化教育的朋友 有些对共产党非常有看法 不接受共产党的人 但是却潜意识中 他相信自己是高级动物 潜意识中相信是无神论的人 他一定没结果 他一定看不懂 那张立凡先生 后面这一段话的描述 我个人认为超出了他的预知 就是现实的状况 已经超出了张立凡先生 预知的情况 就是他能够判断到的东西 因为在一个星期之前 他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 已经提到 不可能再打下去了 就这样了 但是蛤蟆出街了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过的 在中共的体制当中 我也是在那个体制当中 被教育 我上了二十多年学 被从小学 从幼儿园 所谓阶幼儿园 六岁的孩子 就说自己是高级动物 老实教育的 向毛泽东 要向毛泽东汇报 要向毛主席汇报 在12月26号 这事我都被逼着干过 所以我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 洗到今天 在过程中 重新恢复人的尊严 就像有些朋友说 陶哥讲的东西呢 都是他经历过 很多这事情 他一说 明白的人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他肯定经历过 对 经历过 很多事情 我自己知道都走过 都走过这么一条路 知道 当人是高级动物时 自己的言行是怎么做 也懂得当人的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灵魂 被唤醒之后 那一份珍重 那与此同时呢 大家知道 在全国范围内 在蛤蟆被中共上街之前 已经对江泽民提议 提出公诉的概念 起诉江泽民 其实我一再说 一再说 我说 圣经启示录当中的大审判 人们当成一种预言在看待 但没人知道 到底大审判是什么概念 其实大审判在我的眼睛里 不就是重新恢复 人的灵魂的尊严 恢复生命的概念 而不仅仅是人的概念 人是每一个人的 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 不是他的全部 那就日前呢 欧洲议会的议员呢 也提出了同样的内容 欧洲议会的议员 联署致信最高检察院 敦促起诉江泽民 他说7月20号 欧洲议员叫做恩斯特博士 和克劳斯教授 以及麦和纳女士 以刑事控告 迫害法轮功的元凶 江泽民为信由 致信给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曹建明 敦促他和中国政府 立即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和系统性的国家性的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公开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内容他写的很多了 那我只不过跟大家来分享现实的一个整体的概念 大家有一个能够看到这种整体的画面 所以这就是欧洲议会的议员 那在响应着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全球的事情 大家想想一个全球的概念 去所有的人站起来 从尊重自我人的角度 要求起诉江泽民 我的话叫斩妖除魔 那难道不是大审判吗 结果就在我做这期节目的15分钟之前 BBC登了一篇专访的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 实地报道 揭开中国器官买卖的黑市 BBC的采访文章提到说 中国人都认为身体是神圣的 死后必须是全尸 已是对先辈的尊敬 那如果都承认这一点 那从2001年2002年 到2010年2012年 那个时候全国范围内的 大规模的器官移植 哪来的 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大一个政体 这么多人有钱 没人敢回答这问题 没人敢回答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 这就是共产党的罪恶 中国当局说 今年将有一万两千宗器官移植 比使用秋饭器官是增加了不少 但是30万人需要器官 巨大的需求引发了 黑市买卖肾脏 买卖器官 所以我说的话 我说的意思 黑市的买卖 是无法满足一个国家正常的器官需要 当时是当成买卖在做 在电视里 在广播中 在互联网上 在报纸上 大规模登广告 说你到我这儿 来进行肾脏移植 我保证你十天就有一个 那是做广告 花钱做广告买卖 黑市能做买卖吗 能做广告吗 那所以在BBC的这篇报道当中 他直接提到说 一个肾可以卖掉的话 可以卖掉七千美元 那这样的话去满足 来保证黑市的器官的运作 所以这篇文章里 他主要揭示的是器官黑市的买卖 我刚才提出的质疑 就是说的很简单 黑市买卖器官 能做广告吗 不可能的 但是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 他再次揭示触及到 江泽民统治时期 掌握实权时期 郭伯雄徐才厚掌控的全军的军队 遗愿当中 到底有多少遗愿 在过去十年里面 杀了多少人 进行器官移植 这是关键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